说今天影视,看时间摆态,今天要说的是一部日本爱情电影《骤言》。 三年前,作为有夫之妇的女主沙河,爱上了有夫之妇北野,最后迫于强大的压力,不得不分开。 离开时,沙河与北野夫妇约定,两人再不联系也不再见面。 跟北野分开后,沙河与丈夫离了婚,独自一人来到了一个叫做三宾的小镇,在一家餐厅里找到了工作,从此过起了按部就班的生活。 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想起北野,但沙河知道他们这辈子已经没有可能。 直到那天,沙河无意中看到了北野要来小镇做讲座的海报,他本以平静的心突然躁动起来,他决定偷偷地去看一眼北野。 那天,沙河来到北野做讲座的地方,尽管他坐在了后排并有意遮掩自己,北野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。 沙河的突然出现让北野措手不及,在台上的他满头大汗,语无伦次。 而在台下的沙河,则感觉心里有一团火在燃烧。 沙河得知北野经常去小镇附近的森林公园研究萤火虫,便偷偷来到了森林公园。 可是,这一次两人不巧擦肩而过,与沙河的再次相遇让北野有些心愿意马。 回到家后,面对妻子乃里子的关心,他表现出了明显的心不在焉。 他以工作需要为由告诉妻子自己以后会经常去三冰,而实际上则是为了再次见到沙河,而与北野的擦肩而过并没让沙河放弃。 他再次来到了森林公园,这一次他终于遇到了北野。 两人在四目相对的一刹那旧情复燃。 从那天起,他们经常去公园里捉萤火虫,但是他们一直记着当初不见面不联系的约定。 如今,他们见面已经是违背了约定,可是他们无法克制与对方见面的冲动。 于是,他们约定只见面,但是绝不说话,也绝不留下联系方式,更不能有任何的肢体接触。 两人在这种似有若无的距离中享受着快乐的时光。 可是妻子很快就发现了北野的异常。 那天,乃丽子在车站成功堵住了刚从公园回来的北野和沙河。 尽管北野极力解释,他只是跟沙河一起研究萤火虫。 但是在妻子看来,这就是赤裸裸的背叛。 愤怒的乃丽子提出,只要北野和沙河当着他的面交合,他就愿意退出成全他们。 这让沙河感到了深深的羞辱。 这一次,北野没有跟妻子一起回家,而是独自踏上了归城。 临走前,他对沙河承诺,一定会处理好一切。 沙河望着远去的列车,祈祷上天能成全他跟北野。 尽管他知道,这种成全是不为世人所接受的。 三个月后,北野再次来到了三宾。 他已经跟妻子提出离婚,决定留在这里和沙河一起生活。 他们每周都会去公园里寻找萤火虫。 夏夜里,就躺在草地上一起数天上的星星。 沙河每天在家做好饭菜,等着北野下班回家。 每天早上,又为他整理好衣装,送他出门上班。 两人过起了幸福的同居生活。 然而这种幸福的背后,却涌动着巨大的不安分。 两人的关系很快就传遍了整个小镇。 北野在学校受到了上级的批评。 他的职称晋升,也因此受到了影响。 而沙河则遭到了店里同事的谩骂和挖苦, 认为他破坏了别人的家庭。 店老板不断用言语挑逗他, 甚至菜市场里的小商贩都会公然非礼他。 因为他们觉得,一个出轨的女人一定是淫荡不堪的女人。 外界的压力和非议虽然给他们造成了一些困扰, 但却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。 真正的动摇其实来自于他们本身。 北野和沙河幸福的笑脸背后, 隐藏的是对彼此的不信任。 因为工作原因, 沙河不得不经常跟老板一起出门, 这让北野觉得很不是滋味。 那天北野出门时告诉沙河他晚上有聚会要晚点回来, 沙河却在送走北野之后偷偷跟踪了他, 没想到却发现北野其实去找了妻子乃里子。 而北野深夜回家时, 却告诉沙河他被学生拉去喝酒去了, 两人之间的不信任一天天累积, 最终他们大吵了一架。 第二天,北野找到了店老板, 通过交谈才知道沙河跟店老板并没有什么。 而就在北野见店老板的同时, 沙河也找到了乃里子。 他没想到的是, 乃里子已经坐上了轮椅。 他开始明白北野迟迟不跟乃里子离婚的原因,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, 乃里子竟然主动跟他道歉, 认为自己阻碍了他跟北野追求幸福。 乃里子的道歉让原本一肚子火的沙河觉得有些愧疚。 他也向乃里子道歉, 并感谢他的成全。 两个曾经视如水火的女人, 就这样握手言和了。 弄清了一切缘由后, 两人之间的误会彻底消除, 北野跟沙河决定结婚。 北野偷偷去买了沙河最爱的萤火虫戒指, 沙河则到店里向同事们道歉, 并希望得到他们的祝福。 沙河的诚恳逐渐打动了同事们, 他们开始理解他并邀请他参加小镇一年一度的夏日记。 而另一边,北野则是按照约定前去跟乃里子见面。 乃里子把已经签字的离婚协议书交给了他, 并提出送他去三宾小镇。 北野想着, 这是乃里子最后一次送自己, 就没有推辞。 没想到半路上乃里子突然情绪失控, 不停地逼问北野为什么选择沙河而不是他。 就在北野说出那句, 我喜欢沙河的一刹那, 乃里子将车子撞向了路边的围栏。 沙河再次见到北野的时候, 北野已经成为了一具冰冷的尸体。 沙河想要带走北野的遗体, 却被告知他并非北野的妻子不具备这个权利。 悲痛万分的沙河抱着北野的遗物, 气不成声。 他在北野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购买结婚戒指的小票, 他发疯一般寻找那枚戒指, 可是却没有找到。 而坐在驾驶座上的乃里子侥幸活了下来, 他跟沙河最后一次见面时告诉沙河, 真正杀死北野的并不是他, 而是沙河。 而在这场关于北野的争夺战中, 他最终取得了胜利。 沙河不仅没能成为北野的合法妻子, 甚至连带走他的遗体的权利都没有。 而乃里子的一番话, 沙河并未放在心上, 因为北野已经不在了, 谁输谁赢又有什么意义呢? 失去了北野的沙河, 一直沉浸在巨大的悲伤中, 他无法接受上一秒还说着要跟自己结婚的人, 下一秒就成为了冰冷的尸体。 那天他再次经过当初北野离开的站台, 恍惚中看着远处传来萤火虫发出的绿光, 他赤着脚向绿光走去, 才发现那不过是列车信号灯而已。 他无比绝望地倒在铁轨上, 仰面望着满天的繁星, 跟那个夏夜他与北野一起在草地上看过的一模一样。 远处飞来的一只萤火虫落在沙河的无名纸上, 看起来像极了他最爱的萤火虫戒指。 可是这只萤火虫也只是短暂地停留后就飞向了天空, 此时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声音, 本已生无可恋的沙河突然挣扎着站起来, 爬上了站台。 就在那只萤火虫飞走的刹那, 他想起了自己腹中渐渐成型的小生命, 那是北野留给他最后的念想, 他要带着这份念想好好地活下去。 几年以后, 有一群孩子来到北野和沙河常去的公园, 一个小男孩在曾被北野锁上的气象观测箱里, 发现了一枚戒指, 而那枚戒指的形状, 赫然就是一只萤火虫, 影片到此画上了句号。 这部电影由日本知名演员上护彩和摘腾公主演, 讲述了一个有夫之夫和一个有夫之夫双重出轨的悲剧故事。 电影名字《骤妍》其实是一种花的名字, 这是一种花期很短的花, 一般在午后开放到夜晚就会凋谢。 这正如影片中北野和沙河之间的爱情, 日本编剧《井上游美子》被这个意向吸引。 在2014年创作了一部关于婚外情的电视剧, 将其命名为《骤妍》。 这部电影其实是剧版的后传, 不论是剧版还是电影版, 都向观众传达了一个观点, 婚外情可能充满了脆弱的美好, 但注定是被上天诅咒为世人所不容的, 它终将会走向幻灭。 而反观北野和沙河的关系, 他们或许深爱着对方, 但是他们却并不真正信任彼此, 因为他们的结合是基于对原有婚姻的背叛, 当自己成为了背叛者, 又如何能相信对方呢? 即使北野和沙河最终结了婚, 恐怕也很难走到白头偕老的那一天吧。 好了,本期电影就分享到这里了,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发表看法, 我们下期再见。